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玫瑰抗疹这个病它属于是病毒感染 还有免疫下降引起的 它的皮肤的表现主要是有抗疹一样的一个皮屑 然后皮纹和皮肤的走向是一致的 这是主要它的病床表现 眉毒呢就是二期的眉毒疹 二期眉毒疹的这种临床表现也是像玫瑰抗疹一样 也是有这种玫瑰色的皮笋 然后表面富有皮屑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只要临床上看到这种疾病 就是不管是确定是玫瑰抗疹还是说考虑是眉毒 我们首先一定要查一些眉毒 就是一定要排除二期的眉毒疹 因为眉毒疹和它长得是特别的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排除眉毒 如果是眉毒的话 这样我们好及时的赶紧治疗眉毒 如果说是你不检查 只是一看 眉毒疹疹 因为有的眉毒疹疹 它也不是特别典型 也没有母斑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一旦延误了病情 你按照这个痣 因为它二期的眉毒疹 也是过一段时间 几周它可能就消退下去了 这个时候它就没有症状 再接下来就形成三期眉毒 那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当出现这种疾病之后呢